講講美東汽車 37億收購了追星汽車銷售集團 追星是經營保時捷的 在7個城市合共14個經營點 去做4S的業務 以及銷售中介 好 看完通告 你覺得現在追入又可以嗎? 昨天也升了不少 我想這個通告 就叫做加大了保時捷 即是來地銷售的業務 而且你見到另一道歷 就是你見到大摩出報告 就加持了它 最新我見今早已經說到 看56元 昨天也是看50元 今天就說已經看到 連續兩天去出報告 對 連續兩天去出報告 看到56元 我想大行正面 股價也正面 我想又是操作那件事 如果你說真的要衝 看圖其實整支羊竹很帥 記住在什麼位置入場 它出了消息之後 它的股價 我看回它的低位 就大概 一開波就38元 那變了我想 如果你真的操作的話 真的駁它 來多一兩棍好嗎? 那你就用38元做支持 即是你現在40個錄入場 那你用2.6元做一個空間駁上去 我覺得都有直播率 因為這些股票如果要炒的話 我想來到一兩棍應該都不難 自己看著去操作 譬如說這一類4S的股份 你又覺得接下來會不會看好 我想剩下了一段時間 你說你看圖的 就是881、1268 那些股票都是在低位 變成你說有這個消息刺激之下 是可以帶回整個板塊的走勢 你看看這裏 因為你倒過來講 在低位是有個投資價值低的問題 上面都幾多蟹貨的 你說好像美東那樣 即47元撒下來 去到40元30幾元 變成上面都堆了一堆蟹貨的時候 就是你又要預計 如果你短炒的時候 你看著 即1268可能看著 短炒43、45那些位 如果有戶都可能會先吃了 好啊 好啊